接下来先做一次上课 今天只有4小时 实际能讲的 今天非常有限 而且程式东西其实 Python的部分 其实就有很多延伸的部分 因为它有三十几万个外挂 所以 但不可能每个你都去用它 所以其实就挑 但如果你要找外挂的话 其实Python的官网上面都找得到 所以你只要找到关键字找Python 第一个应该就是它的官网 Python 然后 Welcome to Python 它是OR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盈利的一个组织 然后它的外挂就放在上面 叫PyPy Python的 它叫Package的Index 也就是所有的东西 都是把它打包成一个Package 那Package里面就有模组 我们用的是模组里面的Function OK 所以如果你只要知道哪些模组可以做什么事 那太多了 不过 坊间好像比较少有书籍是介绍这里面的东西 我觉得这里面的东西才是精彩的 可是我觉得 这里面的东西 点击进来之后 它里面的话就现在 不止三十几万 它现在已经四十几万了 所以半年前 我上课的时候我看三十几万 现在半年后变四 快五十万了 哇天啊 那这样 再过一年不就百万了吗 哇 那比订阅数还快 OK 所以 也就是说这个环境是活着啊 活着就是它会一直在长大 那表示说这个地方还会有空间 好 那 当然啦 至于你要怎么学 怎么找啊 其实很简单嘛 其实比如说你要下载YouTube影片 你要在那边打个YouTube 空一个download 那一定会找到一些YouTube的download的一些模组 但不保证每个都可以用 可能一找可能几百个吧 OK 那哪一个可以用 不知道 所以 现在坊间的书籍的作者 他就是先帮你挑好了 他绝对不可能说找一个不能用的 那我也会自己试啊 不过后来发现有一些是会有bug的 OK 有bug是很正常的 你不要以为说 这些东西都不有 有bug 那怎么办 你可能要自己去看他有个issue的论坛 你要看他讨论区 他作者会跟你讲说 我要release一个新的版本 然后那个会解到哪个bug 他会有一个版本的历史 有没有 然后你可能要自己看一下 那当然是自由啦 因为他免费嘛 他也没收你钱 除非放到这个东西已经收你钱 当然就 你一定要帮 一定要帮你解决 OK 所以这个关键字 可以自己打一下 看你需要什么 其实后来发现打中文也太通 OK 就跟那个challgb一样 它里面搜索情应该都懂得各种语系 所以这个不妨你们可以自己找找 因为每个人的专业里面都不一样 所以其实每个人想要的答案 想要的功能解决方案都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找找看 里面有哪一些东西 OK 所以目前看起来 这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你看它47万个project 47万个package OK 然后底下的话user大概就是七十几万 然后这档案数量八百多万 这个你们自己可以再搜寻一下 这个是延伸的说明 那上次上课的重点大家回顾一下 第一个我们写入已是有档案 也就是如果你只要 要把它一个外部资料 不管什么资料 可能来自于档案 来自于资料库啊 网路啊等等的外部资料 你要把它变以sale的话 上次讲的 第二个的话呢当然资料写到isale的话 自然会需要读取的需求 所以怎么读取 OK 那里面的话你要了解 什么叫工作簿啊 物件有没有 那通常会用那个workbook 去产生一个workbook workbook就是工作簿嘛 那工作表的话就是workshin OK所以在isale里面最基本的观念 你如果这物件概念不清楚的话 那其实你在这个使用isale 就一定会有问题的 那这个工作簿工作表的概念 不是只有在这边 其实在isale里面也是这样 isale里面的它的结构最上层一定是isale isale的物件名称叫application 所以VBA有没有a的话 application之类就是isale 所以如果你将来 在VBA里面就是application 后面就点 他就属性方法就跳出来了 然后在VBA里面的那个工作簿 他叫workbook再一次 他有一个集合嘛 workbook词 就是指的是档案 那你光无里面给他档名 副档名他就把你open 起来 OK那如果你工作表的话 就workshin 诶其实概念都一样 那再来的话 就workshin 就一个表格嘛 有没有一个资料表 那一定有栏 叫RAW 有没有 RAWs或RAW 那在VBA里面是RAWs 指的是全部的列 那columns是全部的栏 那这概念其实跟 这个其实是一样啊 所以你说 如果你懂的这个概念 不管你将来用哪个模组 其实也都大同小异 那另外的话还有那个 好像之前我们用到sale sale 在VBA里叫sale加s 所以他习惯就是 很多个就s 个别的就一个 就是不加s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 操作方式的话雷同 所以我就尽量找一个模组 那个模组呢 诶 甚至你也可以在 刚刚那个Piindex Piindex 找一下有没有esale 而且你关键是找一下esale 应该会一大堆 能够处理esale的那个 好package 应该一箩 一箩 那我们不可能说 每个都是吧 没那么多时间 不过其实 如果有新的作者 真的可以往这个 去设计一个 就是那个package 那个什么 Piindex 外挂 能够专注在某部分的 那个应用需求 提供一些书籍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写 会不会有人买 我觉得 你写一个esale方面 package的那个书 会不会有 我觉得 我都很想买 但问题会不会有人写 我不知道 OK 诶 可能 呃 诶 我一提有时候 就会有人写 对 因为我发现 还是有人看 我看那个坊间的作者 我还习惯 那个书 最近我会去看一些新书 新书里面好像感觉 有些东西看起来跟我上课 讲的 有点像 但是可能是我自己在幻想 好了 然后 其他的话就是说 读取那个 的方式 我刚刚提到 大家了解物件 然后 然后 所以我们的操作方式 第一个 先开一个 如果读的话 就是利用它里面 握不可 工作部物件 里面有个方法 叫low 握不可 有没有 low 底线握不可 所以你会发现 在那个openpy 那个axle 它的写法通常是 一个动词 底线 然后一个物件 的一个写法 还蛮多 所以像如果你要开一个工作 表的话 没有 那其实就create 底线 create 底线 其实就是它的方法 名称 蛮简单 你要开新增一个 新增一个工作表 你就create 底线 然后 小瓜糊 就好了 你如果没有名称 如果你有名称的话 你就写在里面 它就会帮你把 那个工作版名称 就是定义 成什么名称 就对了 那如果你要移除 我记得好像用remove 它不是用 它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delete 一个是remove ok 所以它的方法 可能蛮 那你们可以自己找一下 因为不难找 而且语法我觉得 应该还蛮 蛮怎么不难 我觉得 那当然剩下就是要try 因为你说 有些东西太多了 真的 那我上课 其实是我try过 我告诉你答案 那我不可能说 我看了 我马上就会 不可能 所以一样 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能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先找到你的需求 然后再去找 能够做的事 能够做的那相关的package 模组之类的东西 然后再去把你要的东西给写 所以会变成 每个人都是个个别性的 可能个字化 我觉得层法还蛮高 所以为什么每个人都需要写程式 因为以后你的需求跟别人 应该都不一样 好 那地方应该就在这边 那当然 这个也不是说 我马上看我就会 所以这个蛮花时间 真的 那剩下就是你们 基本语法 这个学应该都会了 好 那再来的话 像试唱课一样有删除资料 读取这个应该 就是重点 读跟写 好 诶